哈喽,大家好 我们来看看这个power root 这只是我双见论股里面的一位会员手问的股 如果你也是有兴趣向我问股的话呢 可以去join我的这个YouTube channel的member 我们来看一下图表 他在3月多时候在底部 52周星低 就一直弹上去,弹到52周星高 这星高之后就一个健常的回调 你可以看到他很多时候都是follow这个20天均线 这个红色线是20天均线 他兴趣的时候 tap破这个20天均线 这个是一个危险信号 然后呢 这个紫色线 紫色线也在他的这个股价上面 这两个都不是很好的信号 这个时候肯定是不可以去追高 他已经 已经 他筹码已经开始 从底部 往上移去 有这个头重脚轻的这个迹象 这个不可以追的 什么时候可以追 除非 除非他能够再一次的 突破这个52周星高 就是所有新的52周星高 他就把这些头码呢 支撑盘呢 就变成他支撑盘 没有突破的话 他们就是他的头 套牢盘 我认为他应该是很难突破 因为太多人去追高了 支撑线就是这条 1.72 下一个支撑线就是这个 1.65 如果有机会买在1.65的话 我觉得这个是不错的掉位 当然如果接破 这个 1.53 就更加漂亮了 所以如果要回调买上涨的话 记得一定要等这个 确认信号 也就是回来的时候 弹上去 要等它弹上去 出现一根或是两根蜡烛 这个就是 直接回升 确认信号 这个时候才考虑 不是说他到他主力线的时候就买 要等到这个确认信号 OK 这个就是我对Powloot的个人看法 并没有任何的买卖意见 你的钱 你自己做主 谢谢大家